轰炸了轰炸了 俄罗斯本土再次遭到乌克兰导弹的轰炸 7月3号 俄罗斯比林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别尔戈多罗州 这次又遭到了乌克兰军方导弹的轰炸 虽然乌克兰方面否则了这个事实 但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就是乌克兰方面发射的导弹 而且已经被俄军成功拦截了几枚 但是还是有一枚落在了别尔戈多罗的市区 造成了别尔戈多罗市区20多栋楼房损毁 截至目前已经至少造成了5名平民死亡 俄乌冲突之后 应该讲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一个多月开始 就大胆的开始轰炸俄罗斯本土 一开始它轰炸的是俄罗斯的油库 后来开始轰炸俄罗斯的很多民用设施 但是这次很显然乌克兰有点玩大了 乌克兰用北约援助的武器 乌克兰竟然轰炸的目标对准了居民区 而且直接轰炸俄罗斯的平民 如果不是俄罗斯的成功拦截住了几枚导弹 可能这个损失会更大呀 现在俄罗斯真的怒了 俄罗斯的高层甚至说了 这种针对平民的这种爆炸事件 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直接的侵略行为呀 俄罗斯需要做出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最严厉的回应啊 现在从乌克兰轰炸俄罗斯本土来看 老铁们呢 俄乌冲突的局势现在呢 不但没有放缓 相反会更加升级 而且现在普京是强压怒火呀 那么乌克兰的胆子这么大 现在与乌克兰在乌东顿巴斯仗打得不好 节节失利有关系 因为就在7月3号这天呢 乌克兰已经失守了利息昌斯克 那么就是说呢 乌克兰战场呢打不赢 他就要在另一方面找平衡 挽救他点虚荣的自尊心 但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和俄罗斯平民的这种轰炸行为 这种导弹袭击事件是非常不人道的 这是我们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士 必须要正视的 俄乌冲突啊 应该说呢 已经130多天了 目前来看 俄乌还会对峙下去 我们真心的呼吁啊 世界和平 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了 战争的紧张局势没有降低 而且呢 乌克兰竟然不顾美国和西方的敲打 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告诫乌克兰 千万不要把我们援助你的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本土 结果呢 乌克兰现在却在挑战这个战略底线呢 真的用西方的武器去打击俄罗斯本土 那么俄罗斯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我们随着局势的发展 静观其变 拭目以待 大家喜欢听俄乌冲突和国际时事热点 故事呢 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 每天晚上八点半 我在直播间为大家精彩的讲述 时事热点故事脱口秀 大家关注我 每晚八点半 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点 550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